然后今天来看大家讲的东西都很专业的感觉 所以有点对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只是学生 然后我们是一群平教大学生 然后有兴趣 也是因为一些特别的缘分才聚集在一起的 那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要对 我们要怎么以一个不日常的真心来小复底生活 不知道大家对于不日常的真心有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的感觉或是什么要说的 因为我今天有在我们的刊物来 然后可能不够发全部 所以就是如果我有发问 然后你们回答的话就给你们一本 对 有谁想要回答吗 就是关于不日常的真心 比如讲一句话就好了 就是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刻意用心去感受 对 好 谢谢 太熟了 那你有两本 那我们再把我回答 好 还有人回答吗 就再看还有一个 真的吗 就是什么是不日常的真心 就是通常屏东的东西都很日常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 大概平常比较不会看到的视角去看屏东这个东西 所以是不日常的真心 好 谢谢大家 对 其实就是我们的团队叫做小不生活嘛 那小其实就像一颗鸡蛋一样非常的渺小 不是去却很有生命力 那我们每 踏出一个步伐其实都是很渺小 就是没有可能没有那么的确定未来踏出的每一步是方向在哪里 或是他的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是坚定的 因为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也是因为有一些缘分 然后在屏东这个城市 然后就大概请啰嗦这个城市 对 那也是生活 我们共同想要实践我们生活的理想 就是这一句话 生活构成文化小步探索生活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嘛 那每个地区的生活也不一样 所以就是透过探索生活来发现每个地区的文化 对那生活构外物就是吃喝玩乐 那在其实在小步生活的编辑或是一些采访 一定会碰出到吃这一块嘛 那接下来这三章呢 就是我们在看路没有举办一个活动叫做小步短大人 就是小步短大人配我们第三期的堂物今天我有带 然后就是这个活动是想要让大家去想一想自己理想中的大人模样 是什么样子 然后让大家自己做自己的名片 就是现场有吃喝玩乐 就是还有名片的就是他穿着一个雨衣 然后上面有贴着很多名片 对就是有一些好玩的游戏 然后左边那张是在屏东市一个市集活动 然后右边那张是高雄的那个鹅阿寥小一村 然后我们去那边吹海风感受那种快乐的感觉 对就是对我们来讲吃喝玩乐就是我们灵感的来源 也是变成我们以后采访的素材 可是在吃喝玩乐当中我们会去寻找故事 因为这之后就会变成我们采访的来源 就像这三张就是我在骑脚拉车就是到民众市的时候 然后就经过的三家不同的店都很特别 就是下面那个老板是一间唱片行的老板 然后他里面有卖黑胶唱片跟跟卡带 然后他会自己做现材 他整间店的那个四面都其实都是自己做的 而且老板很酷 他就是也是觉得屏东缺少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才来到屏东开这样的一间店 他收在我们的第一集 然后给配颜船 因为他去给大家看看 然后第二间店呢 这个爷爷就是那个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就是用处是什么 他是修照片的 他就是以前那个以前那个年代 那个爷爷他到徐民爷爷 他是修那个照片的 因为我刚才是看到有个他是铅饼 然后这个爷爷就是铅饼吗 那都不是那是修照片的 就还蛮特别的一些一间照相馆 因为他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机具 对那下面那是绿豆沐 对因为我读屏东流动 然后三年都没有经过 是经过 这是大水之后才有机会来到这里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流浪者 他流浪到屏东 他好像去街上找他们 就他一直有一个流浪者 然后他龙 GRE 东部龙畝到这里 他是叫怎麼顶铅铅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跟着他采访 从七八点 一直采访到12点 因为我们以为一个小时 就会解锁 结果我们就跟他到处跑 然后还去到他旅人 就是他的朋友家里面 然后也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相信就是会吹穿传统乐器 然后上面这个是一个 三个高时大学生 然后他们会自己弄一个社会企业 就类似做工艺那种 他们在市集里面会卖棉花糖 然后再把用力用弯弯弯的概念 再把这块棉花糖给天人一次来赏朋友 那在找故事当中就会发现说 这些故事很有趣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写成一篇一篇的文章 然后除了借由看物分享 我们会借由不同的活动分享 就以我们屏东为主的话 就是这三个 这三张照片就是我们举办的 那个散布导览的活动 就是带大家的走进我们第一期里面 写到的屏东文卷的春 对那阅读趣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现代人 都是在节目上都是拿手机滑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让大家重视阅读的 阅读的美好 所以就是有发起一个活动 然后就在节目上里面 以各种就是看书 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句子贴在身上 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 对 那分享关于爱的话 这也是为了配合我们第二期的看物 就是有一个就是在 你关于爱的想法 你自己说出来 然后写在纸上 分享给大家 那接触人的话就是 在市集里面 这也是屏东最近新奇的一个市集 叫做小草大树 那我们跟他们也是好朋友 对那我们就那时候有去市集里面 有接触到一些屏东人 然后他们就有些阿嬷 不是阿嬷就是婆婆 他们就说 这地方我有去过 然后就还蛮有趣的 对啊 然后这也是从外地回来的一个屏东 就是在外面读书的 对啊 他说我们就是互相分享 就发现其实 屏东这一块不是没有人才 也不是没有人去管 其实缺少一个凝聚的力量 那除了分享的交流这块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会透过课程来跟大家做交流 像我自己会推向提章 就是我们自己有开设这样的活动 然后开放给大家参加 对 然后还有年图 就是我请我们班上会做年图的同学 然后也是帮大家开个课程 然后还有记者 就是有采访多少不少人 就是我的联合报的记者 然后请他来为大家开课 很意外的是那一堂课有很多 不是平教大学生 就是特地来到学校 很多是陆生 然后其实大家讨论都很热烈 也都拼拼问什么问题 尤其是那段时间刚好 学运刚过 然后又有症检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媒体的一些 媒体试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都很热烈 对 然后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惊叹 有没有人知道惊叹是什么意思 正经的意思 正经 等一下我按错了 就是其实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 像在屏东有些人会认为 可能是屏东是个文化沙漠 屏东可能没有什么 可是其实屏东 你这样绕一绕 去迷路 迷路之后再找 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好有趣 像有些地方不是你特意去找的 因为就是股意当中找到了 对不对 其实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对 就会让你很惊艳 就是Amazing的意思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谈 你只是觉得 其实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是小布生活的里面 就是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没有一颗很不日常的真心 然后你就会可以在很平凡的生活当中 找到一些让你觉得 哇 原来我生活当中 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 对 然后这是预告 这是第四期是小布生活跟小曹大树 一起合作的一个 一本特别企划的刊物 这期企划就是 在讲屏东的一些吃喝玩乐 把它集合起来 就是有放网路地图 然后也有 也有在刊物里面 有一些深度的采访 对 之后出来会在小布粉丝 小布生活的粉丝专业里面会封 对 然后谢谢大家 就是粉丝专业的话 就是小布生活 然后我是王艺葵 谢谢大家可以收听一下 谢谢大家 还有五分钟的交流时间 请大家永远发问 小布生活 有没有办法 对 我想问你来在地方办了这样的一个杂志 然后办了这样的活动 其实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魂会 或是可能有什么样的 就是人曾经有过别的 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或是心得 其实很多 其实很多 就像我刚刚在我们小草大附的事集里面 去跟人群做监处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些魂会 因为其实很少人在屏东 可能屏东会有很多人想要想要做 可是却没有去做 就是大家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漫男帮 就是 你们可以上那个粉丝专业的时候 他的漫是那个3.5的漫 然后男帮这样子 他们也是几个年轻人 然后自己组成的一个团体 就是因为喜欢玩 然后去玩屏东 那么不惧现在屏东 就是以南部为主 然后去在他们粉丝专业上面有 有献一些东西 对 可是他们的没有像 就是可能是发表的粉专业没有发 没有弄成一个看物 可是我们是把它弄成一个实体的干物 而且是去深入的采访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说 给我们回忆就是说 我们其实很难得 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学生 然后大家都会很鼓励我们 就是我们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会常常会给我们一些鼓励 对 然后那个来给我们采访的那个巧莲那个记者 他也是因为就是无意间看到我们 所以很喜欢我们 那也来采访 那我们开车课程的时候 他也会无条件的帮助我们 这样子 嗯 然后回馈应该是讲不完 因为有很多人 像HOME ME 这次也是那个 在屏东一个大号 因为他是大号文创公司的负责人 他叫阿厚 然后他也是会就是帮助我们啊 就是 因为他也是想要 让屏东有一个凝聚的空间 凝聚的感觉 所以会常常就是 哎 问小顾生活说 啊最近有什么活动啊 然后曾经也跟小顾生活 小小大树和南方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聊说呢 那屏东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改善 可以连接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有还蛮多人都会帮助我们 然后也会关注我们的本事专业 然后如果我们说 嗯 那这钱他们要在哪里拿 然后也会有一些人 会想要跟我们合作 对 是我们得到还蛮多回馈的 谢谢 还有没有 请问一下哦 你们有想要自由在屏东而已吗 还是高雄也会有 其实 这一直是我们 他的那个首相的问题 因为 其实我刚刚没有讲到 是这个 这本看物会产生是因为 我们的一个学姐 他是也是屏东教育大学 文创系的学姐 那他自己很喜欢做看物 对 可是他原本计划就是这个看物只有为期 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世期 就结束 因为那是他自己想尝试的 可是 因为这本看物 越来越来 就是越受到在地人的关注 所以才会渐渐的 就学着就找我 当 就是下一次的 就是他接任的主编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 因为我本身就是屏东人 所以屏东也是有份实力 那我就觉得 嗯 好 那我就接下这个任务 然后想要把它 让更多人知道 对 因为学姐 他自己本身是南投人 那他来屏东之后 他其实对屏东也很有感情 对 那关于就是 就是有没有要往高雄那方面的发展 其实 嗯 不是我们的 焦点是聚焦在屏东 可是我们会想要去跟其他城市做连结 可能是高雄的艺文空间啊 或是高雄的市集 像我们第三期的采访里面有一个 那个棉花糖 就是我跟刚刚提到的那个社会企业 他们三个高市大学生嘛 那其实他们跟屏东也有连结 所以我们会去找跟屏东有连结的人 来跟我们做交流 就是不太算是阻止局限在屏东 可是会想要跟屏东有所连结 或是其他外地的人来屏东 可以造成屏东什么影响或改变 对 最主要是想要这样 嗯 就让更多人发现屏东的好 然后也帮我们的好 再去其他城市 跟他们讲说 欸我们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跟你们做个交流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在小部生活的这个 刚刚自己说下吧 对 其实我们也有带生认 因为我们目前能力还蛮缺乏 最主要就是以学生为主 哎 刚刚主持人来找我 然后就问我说 那他可不可以 可是就是我们是开会有点难度 因为我们一定是学生 然后都在学校里面 可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视讯 就是现代科技嘛对 所以还是可以 就是如果有兴趣 只要上我们的文编啊 或者是 或者是美编 或者是企划 因为我们其实往后也会想要往 就是比较是企划补动 因为开入还是我们的本分 就是我们会想说 不只写开入 就是把我们的理念 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企划 然后让屏东的人互相有互动 做成一个互动 让大家来参加 对 关于就是这方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如果有想法 或者是你们是屏东人 对屏东有什么更好的 就是可以推广的方案 也都可以来找我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如果有那个想要谈的 可以来跟我拿 因为我发 就是直接发下去 所以要抢要快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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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